這個0到9都有機會 台中購物節加碼抽百萬現金 藝人姐姐謝金燕 今年沒有參加跨年晚會 卻現身台中購物節活動 與其他市府人員排排站 抽出幸運號碼 跟盧秀燕市長一起 直接打電話 雙眼合體道貨 懷孕了 準備三小孩 哦 哇 你是喜上家喜 第一位得主 陳小姐獲獎超冷靜 相對謝金燕熱情問話 場面超有趣 而市長得知她是為孕婦 也直呼真的是好運到 劉先生嗎 我是你姐姐謝金燕 我要 另位得主劉先生 剛接到電話 以為是詐騙 馬上掛掉 我要告訴你 你中了一百萬現金 還有 一百萬現金 我是謝金燕情問 你要請我去拿吃飯 我說台中購物節騙了 我說沒有中假 真的還假的 再回播確認得獎 驚訝大叫非常興奮 過程趣味十足 而目前購物節活動還沒結束 市府接下來要抽千萬豪宅 也期待下一位幸運兒的反應 TVBS新聞 賴崇龍將軍 大煩一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